俄罗斯主办的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会议9月4日闭幕 东方经济论坛为俄罗斯发展与亚太其他国家关系 避免过于倒向中国提供了重要平台 在今年的会议上 涉及俄罗斯与中国、印度、缅甸、日本等国的合作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 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在9月4日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说 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武器采购订单目前能占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的一半 这位俄罗斯武器出口主管官员说 这一地区的主要俄罗斯军火买主包括中国、印度、缅甸、印尼、孟加拉和马来西亚 他说 与亚太地区军火买家合作的一个特点是 更多在合资企业范围内推动科技合作 以及根据许可证生产武器装备 舒加耶夫说 中国目前还没有表态想采购新一批的苏杠35战机 如果中国有意愿 俄罗斯就准备供货 军事技术合作局新闻秘书列社特尼克瓦说 俄罗斯与印度正在谈判 将根据俄罗斯许可证 在印度生产额制AK203式自动步枪 他说 双方很快会针对这笔交易签署合同 俄罗斯合作署负责人在9月4日的论坛会议上表示 这家机构目前在世界上80个国家活动 未来将扩大活动范围 他说 这家机构的很多代表处都开设在首都 但对一些世界大国来说 其首都之外的其他城市却没有代表处 因此决定未来在海外开设20处非政府机构俄罗斯之家 通过办展览 电影放映 推广俄语 办教育 商务交流等方式扩大俄罗斯影响 这名负责人说 他们收到了许多开设俄罗斯之家的提议 这些提议来自中东 海湾 非洲等地区 俄罗斯合作署也将在中国一些地区开设分支机构 第一家代表处已经在上海开始办公 中国多年前就已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开设了孔子学院 但俄罗斯合作署类似中国的侨务和统战机构 一名曾在美国工作过的退休资深前 克格勃间谍最近在YouTube频道上表示 向以色列 中国这样的国家都在海外拥有大量侨民 这让这些国家扩大影响和收集情报 拥有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 他说 前苏联闭关锁国让克格勃过去 根本无法与以色列 中国这样的国家相比 但苏联解体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定居 或是在国外生活工作 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 现在也拥有了这方面的优势 俄罗斯安全和其他相关机构 因此都组建了专门部门 加强与海外俄罗斯侨民互动 中国目前仍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疫情并没有妨碍双方贸易增长 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切空科夫 在论坛上说 与2019年相比 2020年远东地区与中国贸易额增长了3% 达到了108亿美元 他预计到2024年时 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年贸易额将能达到200亿美元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负责人表示 中国有意投资当地的水电站项目 俄中还计划合作开发大乌苏里斯基岛 黑虾子岛 这处岛屿位于阿穆尔河 也就是黑龙江中 多年前俄中边界勘界后 这处岛屿被双方一分为二 但为了减少远东地区对中国依赖加深 俄罗斯正积极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合作 来平衡中国对远东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 印度石油、天然气与住房建设和城镇事务部部长率领代表团 参加了这次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外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 印俄两国官员会晤时都强调扩大双方能源合作 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舒里吉诺夫说 几乎所有的俄罗斯能源巨头都感兴趣与印度合作 希望向印度出口俄罗斯的油气资源 或是从事合作开采活动 作为普京亲信的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外与印度代表团会晤 俄罗斯希望印度能投资入股 参与开发西伯利亚东部的一处大型油田 这处油田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北部 位于北极圈内计划2024年投产 预计未来每年将会开采1亿吨石油 俄罗斯与缅甸军人政府互动交流日益密切 缅甸军人政变后 除了俄罗斯高级代表团访问缅甸力挺军人政府外 缅甸军人领袖米昂来6月下旬也曾访问俄罗斯 缅甸军人政府这次派出财政和计划部长率团参加东方经济论坛 双方计划进一步扩大在经贸 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合作 缅甸希望俄罗斯能源界能投资开采缅甸当地的油气资源 缅甸还希望吸引俄罗斯资本进入缅甸的电信、石化、农业等领域 希望俄罗斯能参与铁路、仓储、港口码头、炼油厂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缅甸和菲律宾还希望俄罗斯能提供更多疫苗 一名菲律宾代表在会议上表示 菲律宾同样希望在能源和旅游等领域与俄罗斯合作 希望俄罗斯能参与菲律宾的能源基础设施改造 同时加强与俄罗斯的文化人文交流 为更多发展与亚太地区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 这次东方经济论坛会议除了设专场讨论俄中关系外 还有其他专场讨论俄日、俄印、俄韩、俄盟 以及俄罗斯与东盟关系 东南亚一直是中国外交重点 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转向东方体现在许多方面 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更多面向东南亚国家 罗克申 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把许多谈话和承诺落实到实际行动 在经贸领域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尤其重要 需要用具体行动来确认 过去的那些声明和所签署的文件都不是空谈 使用北极航道是这次论坛会议上所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 俄罗斯近些年来大量在北极地区驻军和大规模兴建军事基地 以便加强对北极航道的控制 但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会议上表示 许多国家都对北极航道感兴趣 俄罗斯欢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使用北极航道 俄罗斯对此不会设定限制 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18%的领土都位于北极圈内 所以开发北极和北极航道对俄罗斯至关重要 而北极航道更非常有前景 普京说从2022年起从圣彼得堡到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外 利用北极航道将开始定期海上货运航班 从2024年起使用北极航道的货物运输量将大幅提升 在疫情之前中国、日本、韩国、蒙古等国领导人是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的常客 日本前首相安倍为发展与俄罗斯关系 更表态会每年参加会议 但一些国家这次仅派遣部长和大使级官员参加会议 中国代表团的规模也不大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这次还表态 将提供长期免税和其他系列优惠条件 吸引包括日本在内的外资开发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 也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北方四岛 安倍执政时代 日俄之间围绕争议领土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最近几年 随着俄美关系恶化 俄罗斯与日本谈判时更表现出 对美国有可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的担心 普京在9月3日的会议上同样表达了类似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